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 川普将在海湖庄园会晤内塔尼亚湖 马斯克罕见兔心星 共军签35 类比F35 专家说难以相提并论 双方交占125厘 超过16000架俄装夹车被摧毁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川普将在海湖庄园会晤内塔尼亚湖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宣布 他将在星期后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川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信》写说 期待在佛州中旅滩海湖庄园欢迎内塔尼亚湖 他在铁文中使用内塔尼亚湖的匿称 又宣布他将在家接见这位老朋友 川普说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 我们在该地区实现和平和稳定 甚至签署了历史性的阿伯拉罕协议 我们将再次实现和平和稳定 川普又写说 正如我在最近几个星期和泽连斯基总统 和其他世界领导人讨论时所说的 我的通过实力求和平的议程将向世界表明 这些可怕致命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必须结束 川普宣布这个消息时 内塔尼亚湖正是火尾 他周一抵达华盛顿特区 这几天会会见美国高级官员 周三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他将在周五前往佛州会见川普 这也是两人自川普卸任以来第一次会议 据美国政客网站周一报道 内塔尼亚湖提出在今个星期访美期间 与川普当面交谈 川普之前透露 他上个星期五和泽连斯基总统通了电话 十几天前 他还和前来美国参加北约峰会的匈牙利总理欧尔斌等 其他世界领导人举行会谈 内塔尼亚湖今次访美政席以色列和哈马斯 在加沙地大交战期间 他正是拳行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 以结束战争的可选方案 而随着川普在上星期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 包括内塔尼亚湖在内的一些世界领导人 都在此开始与他接触 美国副总统同时也是参议院议长的何錦麗 不会参加内塔尼亚湖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他将参加在印第安纳州 举行的一次事先安排的活动 马斯克罕见兔心星 近日马斯克在一段采访中罕见兔心星 他签下同意个子变性的手术同意书 他说自己的大子死了 死于觉醒病毒 事后先醒悟 原来所谓的青春阻断剂就是绝育药 令人唏嘘的是 没想到这么聪明的马斯克 他能制造世界上推力最大的火箭 实现世上绝无仅有的火箭回收技术 他将人送上太空 却在个子变性的问题上被忽悠 马斯克在接受每日连线主持人匹德森 采访时很后悔地说 我基本上是被骗去为我的大子杂维尔签署文件 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而且当时正值新冠疫情 当时很多混乱 有人告诉我杂维尔可能会自杀 杂维尔是马斯克和第一任妻子所生 虽然马斯克后来一共生了12个孩子 但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 无疑是他最体重 没想到聪明的马斯克中了极左派的语言艺术 当时医生对他说 你想要一个自杀的儿子 或是一个重生的女儿? 而马斯克就是这样被忽悠 糊涂之下签署了个儿子的变性同意书 皮德森提到青少年的性别焦虑症时 马斯克回答说 这个是极邪恶 我同意你的观点 推动这种行为的人应入獄 所谓死命 是指变性人在变性之前的名字 他们取了个专有名词死命 如今马斯克的子杂维尔已变成 维维安·尖拿·威尔逊 威尔逊是马斯克的前妻的省事 也就是这件事彻底激怒马斯克 马斯克告诉皮德森知 这个过程和其他人对他施的诡计 激发他的右翼思想 他说我发誓要摧毁觉醒病毒 现在我们只是取得一些进展 这个或者就是马斯克不惜 施资430亿美元买下推特 改名为X 以及他开始转向支持共和党和支持川普的原因 上星期加州州长扭心签署一条法律 禁止学校教职工将学生性取向变化 告诉交长 这个让马斯克很生气 马斯克当下宣布 将SpaceX的总部和社交平台X总部迁往德州 众所周知青少年本身是叛疫时期 有短暂的性取向迷失逆属正常现象 多数人在成年后就会自动恢复 但若在这个时期进行不可逆转的阴角手术 一世人就毁了 马斯克说将18岁定义成人的年龄是有科学根据 食烟饮酒要等到21岁 而在10岁、12岁、14岁竟然允许变性 是极其邪恶 共军签35类比F-35 专家说难以相提并论 中共航母福建号日前在第三次海事中 搭载一架签35战斗机 陆媒宣称 这架战机类比美军F-35南载机 专家指中共战机多数仿造 实际性能和战力无法超越美军机 陆媒唐讯网日前宣称 中共第三艘航母福建号 在第三次海事中 搭载一架绿皮版 签35隐形战斗机 看齐美军福特号航母和F-35战机 签35由瀋洋飞机工业集团製造 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是抄袭美军第五代战机 GF-35 比如入气口型撞机乎完全相同 前端的飞航员座位也非常相似 据称这款飞机是中共下一代航母舰载机 不过专家认为 这两款战机在很多技术环节 比如发动机、引伸性能、航空电子等方面 都存在很大差距 美军技术遥遥领先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许志祥说 相较F-35 美国的航空电子设备感測器 比如说好像雷达系统 好像其他偵測系统 它绝对比签35好 美国有很好的匿宗图料 再加上它的真正匿宗外形设计 这点是美国专长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忠基说 中共制造的战机 一般西方观察就认为它都有心脏病问题 也就是说它的战机引擎 事实上它的推力是严重不足 另外它的售限大概是美军引擎的三分一不到 F-35又分成ABC三种类型 其中B型可垂直升降 C型是美国航母的艦载机 可攜带合母 中共之前宣布 签35最大起飞重量、最大航程、最大速度等三大性能 全面超越F-35C 余忠基说西方都是实战后的参数 中共都是实验性质的参数 实际上有很大误测 因为你在实验性质这个变数是很容易控制 余忠基又说 签35只是刚有原型机出来 需要再测试、再修改、再量产 这都不是几年内可以完成 但中共为大外宣需要 就将一些还未定案的武器装备数据公布出来 军事专家还指 由于美国的科技围堵 中共军方得不到高端人工智能精元 技术实力会更落后 而美方的技术还在持续提升 许志祥说 美国也在持续改良 F-35在下一个批设Block 4 它的性能应该会有更进一步飞弱性提升 双方交战125次 超过16000架俄装夹车被摧毁 乌总参在24日深夜发布《战报》说 截至24日晚10点 双方已交战125次 而在昨日 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希夫方向的局势仍然最激烈 俄军在来曼、克拉玛托尔斯克、弗列米夫方向也相当活跃 该战报称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在克里伯基、蒂克和索特尼茨、 凄方摘旗克附近发动5次进攻 所有攻击都被我们的防御者成功击退 据初步估计 昨日侵立者损失为死伤73名士兵 乌方士兵还击毁3门火炮系统 5架汽车和3架特种装备、14架无人机、2门火炮系统和2架车辆被损毁 在赴皮阳斯克方向 入侵者在白天、8次试图向乌方、申基夫卡、斯泰尔、马希夫卡 和比德罗巴、虎利夫卡附近的阵地推进 国防军击退敌人7次进攻 战斗仍在持续 在来曼方向,占领者对马基耶夫卡、涅夫斯基 和谢涅布·能斯基森林地区发动11次袭击 而在西维尔斯基方向 敌人在白天、8次试图突破乌军在上奥卡米洋斯基 和达里夫卡地区的防御,但没有成功 上卡缅斯克地区战斗仍持续 在克拉玛托尔斯克方向 侵略者的活动导致10次战斗冲突 克西夫·亚尔、洛维附近 和洛玉马尔科玉方向的7次进攻都被阻击 3场小冲突正是进行 在托里茨克方向 乌军击退北方和纽约附近敌人6次进攻 2次进攻都被击退 敌人没有成功,4个地点战斗仍在持续 局势已得到控制 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基方向 特别是在沃茲德维任卡、洛玉塞里夫卡佩尔沙、 洛玉莱克桑德里夫卡、 沃茲德维和卡利夫卡定居点地区 27次试图突破乌军防御 6次袭击正是进行中 敌人将遭受重大损失 据初步信息 昨日乌军士兵消灭200多个入侵者 其中63人死 1架坦克、1架装甲战车、1套火炮系统和9架汽车被摧毁 另有3架车受损 在库拉希夫方向 俄军队乌陣地进行29次攻击 乌军称开战以来 已有超过16000架俄装甲战车被摧毁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收听